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一大人 那时候哈利波特的时候 97年前我都二十好几岁了 当时我看哈利波特当时看的就不是要了 而且我们家在抢的哈利波特 就几个人互相抢的书来看 然后看的就是当时觉得什么样的一个人 罗琳女士的新的一本书 因为她一直写哈利波特系列 刚刚才写出一本最新的一本书 刚刚在美国的书店看到 摆在最前面 长销书那个地方 就终于不写哈利波特了 写了一本新的书 但是她写了这么多年哈利波特 最开始我老想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脑子里能有这么一个完整的体系 然后写出这么有意思的 就完全不依赖以前的 大家知道童话经常是要依赖以前的童话体系 以前的童话体系 要不就是希腊的体系 有宙斯 有海参 或者我们吴承恩写 他也要依赖以前的 太上老君 玉皇大帝 佛祖多少了 佛道一家一块来 但是你没有依赖以前的各种童话神话体系 自己创造了一个这样的体系 而且非常完整 而且写的特别是栩栩如生 我当时想 这个女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难道后来我去过来的丁宝 我一到来的丁宝 我就想 应该在 就因为在这个城市 你罗林就住在丁宝 在这个城市 你每天生活在这 你心里就会慢慢长出童话的那种花朵 就一到那儿 人家在古城堡破自己 然后新城完全在另一边建立 然后所有的那些古堡 城堡 教堂 包括爱丁宝大学 难道就是英国最好的大学 就一样 那么在整个校舍 都是那种特别古老的城堡 我去的时候因为没地儿住 因为每年那个八月 它那儿有一个Finge 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边缘艺术节 我就住在爱丁宝大学一壁炉里 那壁炉大道 就我一个人都能躺里头 而且在海边 一个极美极美的一个童话城 所以在那个地方 才能写出这样美好的童话 那后来我就仔细想了一下 我说为什么这个童话 大家都写很多童话 为什么卖这么多呢 卖到全世界 简直无与伦比的大畅销 而电影又卖这么多 对不起 Harry I'm going to have to leave you it's your ticket and stick to it Harry it's very important stick to your ticket 然后在黄金的城 现在有了哈利波特主题公园 那里头光卖了一些装备 调整什么魔法棒 各种各样帽子等等 都卖疯了 大家小孩们一定要有一调整 就好坐着飞 里面还有自己的比赛和运动 好了 我仔细想了一下 实际上罗林非常聪明的一点 就是说他用的是一个童话的包装 然后自己想出了一个童话的一个体系 但它里面实际上的内容 是非常标准的好莱坞的内容 他用了好莱坞的 非常经典的编剧的这种模式 还不知道谁是坏人 然后坏人还要一关一关的去打 然后最后还有大boss 这就是典型的好莱坞 过关打坏人的 最后才发现原来你是那大boss 在过关的过程中 就非常像后来 风靡全世界的电子游戏 电玩 电子游戏就是什么 如果你能打 打到一定程度 你的武器能升级 然后你的什么血的柱子 你的什么生命 各种值 你还能恢复 你能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东西都用进来了 他那是说 我这条子还能升级换带 我一开始用于破条子 只能飞成这样 后来我用于升级了什么2000型号的条子 你条子就能飞成那样 然后魔法棒等等等等 各种装备都可以升级 升级换带装备 这就是电子游戏 之后以这样悬翼的方式过关 打到大boss去 这是标准的好莱坞编辑模式 所以罗琳其实他做的一个突破性的东西 实际上是一个结合性的东西 所以在创作的时候 大家就一定要吸取这个经验 就是说不用你全新 你只要一点新 其他用经典的模式 就可以做出好的作品 有梦想 我给你机会实现 七级梦想挑战 九次闯关机会 140种科技游戏 25万元人生大奖 20位巨星云业一起全力挑战 进进梦立方 脉动梦立方 每周三周四晚十点 回复状态 我自己的英雄 脉动梦立方 由脉动挂名播出 回复状态 脉动回来 1936年的这一天 实际上第一架可以正常操纵的直升机 在德国首次试飞成功 什么叫可以正常操作 就是飞起来是可控的 因为这之前 其实人类研究飞行 人类自古就想飞起来 人类自古要从二维的平面飞起来 是做了很多很多实验 顶上端一这个去飞起 是很多人已经实验过了 但是飞起来以后就控制不了了 因为大家知道 直升机和这样的飞机 是有一个最大最大的区别 就这样的飞机 不需要那么大动力 因为它首先是靠这个翅膀的生力 让它有一定速度的时候 就靠翅膀的生力 那发动机就向前拉 或者是在后面推就可以了 直升机不是 直升机需要特别大的发动机 因为它是摆动就这样从地上拔起来 不靠这个翅膀的生力 就在零速度的情况下 相同于一架飞机这样竖起来 这样飞起来 这是非常难的 所以在发动机不是特别强大之前 是做不出来的 做出来以后还有严重的问题 因为直升机向一个方向转 向一个方向转的时候 这飞机就会斜过来 它需要 拼空后的尾部上还得有一个平衡 它向这个方向的力的这样一个 这个计算是非常复杂 因为直升机在低空 低空的气流非常复杂 所以直升机的稳定操作是最大的问题 理论上其实早就有 理论上直升机一点都不复杂 所以德国造出了第一架 德国在各方面的工程科技方面 是遥遥领先于世界 在当时 直升机在朝鲜战争中开始使用 朝鲜到处是山地 然后又不发达 没有发达的到处是机场 公路也不发达 也没法降落小飞机 所以一些重要的军官到前线去 就坐了这直升机去 然后一些重要的商人用直升机运出来 直升机真正的大规模使用 是大家的电影里全看到了 就越战的时候 越战的时候直升机是发挥了最大作用 因为越南也是一样 也没有发达的到处是机场 也没有发达的公路体系 而到处是丛林跟山地 在丛林跟山地的战斗中 直升机就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直升机只要用一个大炸弹 我们这样叫燃料空气炸弹也好 或者叫云爆弹 但是翻译有过种样的 炸下去以后 炸开了先是炸开一个 能够爆炸的空气云团 但是云团弥漫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起爆 一下起爆的时候就能炸出一块平地了 就可以降落大量的直升机 直升机有一个重大的作用 就是说它让战线都已经模糊了 我可以随时到你的后面去 到你的侧面去 到山的背面去 到山的反斜面去 在各种各样的情况 在丛林跟山地在那边起了重大作用 尤其是在越南战场上 直升机挽救了大量的生命 越南战争打了那么多年 美国在那狠狠打了十年 越南打死好几百万人 美军的战场死亡大概只有四万多人 但是回来以后这些年 参见过越战老兵自杀了八万人 超过十年越战在前线战死的军人 可见一场不正义的战争 给军队 给军人 给社会 给国家造成伤害有多么大 在越南战场大家看到最多是UH1 这两边都拉开空了 拿机枪使劲扫射等等 但是越战战场后来就发展出 真正的专用的武装直升机 不载人了 两边有小翅膀带着导弹 或者是火箭 前面有机炮能转炮塔子 就是AH1大家看到的 紧接着苏联有了米24 苏联后来造出了全世界各种匪夷所思的大直升机 大家看到我们救灾的时候使用的米26 现在全世界投入使用最大的直升机 美国也没有这么大直升机 米26能载20吨重 一般的中型宇宙机才有了这种载重量 直升机在战后 实际上是发展最快的一种武器 到后来因为直升机的大规模应用 才产生了新的叫空地一体战的战争理论 就像德国用坦克这个技术发明 发明了闪电战这种军事理论一样 后来因为直升机的大量的使用 美军叫空地一体战 然后苏军也有自己的这种战术理论 就是每个师都配有武装直升机的营 所以直升机到现在已经成了 现代陆战的最最重要的武器之一 应该说跟坦克同样重要 直升机也会叫空中坦克 因为到现在为止 过去的二战时间 说反坦克最好的武器就是坦克 现在是反坦克最好的武器 就是武装直升机 我们大家看到去年的驻海航展开始 看到我们自己的 终于拥有了我们自己的武直石 大家看到起飞了 全部军迷们人民们都很振奋 我们终于在这么多年之后 也用了自己的武装直升机 直升机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武器 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能生产 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最强的军工能力的那种综合性武器 好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明天再见 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